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谱物我们学过了 我这里只是稍微提一下 其实应该你们在高中都学过 电呢 我们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人发现了 大自然有的物体会带电 我们在台湾大概不太容易发现 只是看到有雷电 你如果住在北方 比较干燥 大陆型气候 冬天的时候 你脱毛衣啊 一脱下来 那个就噼里啪啦 那个晋电再放电 就知道会有电 古时候的人比较聪明的 他就注意到了 不但注意到说有电 他还发现电有两种 一个是正电 带电体可以分成带正电与负电 那么 并且还发现 带正电的物体 跟另外一个带正电的物体啊 会互相排斥 带负电的物体也会跟带负电的物体互相排斥 带正电的跟带负电的物体 碰在一起会互相吸引 所以说 同种电荷互相排斥 一种电荷互相吸引 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到了二十世纪初 那么 Millicum做实验就发现呢 我们带电的物体啊 它所带的电量有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术语说 你买什么东西啊 十块钱起跳 或者是一百块起跳 带电的东西啊 是一个一起跳 这个叫做基本电荷 基本电荷就是说 带一个基本电荷的量是多少呢 是等于一点六乘十的-十九次方库轮 好 那么正电 带正电的物体啊 带的是正的一 正一点六乘十的-十九次方库轮 带负电的物体呢 起码都是负的 一点六乘十的-十九次方 你如果要比它大的话 那一定要是它的整倍数 你要不然就带一个一 要不然就带两个一 要不然就带三个一 你不可以说我带一点二个一 没有那种量 因为它起码就是这么大 这个是基本电荷 这个我们都知道 另外就是说 这个叫电荷都是量化 带电体都是量化 任何一个带电体的Q就是N倍的E N就是整数 好 那么还有就是电荷守恒 电荷守恒 Conservation of charge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这里有一个密闭的系统 这个系统里头的东西跟外界没有相互作用 那如果这里头有带电体 带电体正电负电加加减减 如果它带的电量是Q的话 那么它的电量啊 永远保持Q 永远保持Q 你如果要这个地方 我再增加一个Q 那你同时就要减少一个Q 就你产生一个Q啊 同时就少掉一个Q 一定是这样子 增加一个Q 它同时增加一个负Q 你要增加一个正Q 同时就增加一个负Q 你如果要减少一个正Q呢 同时就要减少一个负Q 所以它总量啊 是保持一定 这个叫做电荷守恒 这是我们基本要知道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谈在静电学里面呢 第一个基本的定律 就是Coulomb's law Coulomb's law 虽然我们我们两千多年以前就发现了 带电体之间会有力 但是一个带电体跟另外一个带电体 它们之间力到底多大 那个时候不知道 一直到差不多二十世纪前 差不多两百年才知道 库仑这个人出来以后 才知道这个力是多大 并不是说库仑以前那些人呢 都是笨蛋 他为什么这个力求不出来 要库仑来才可以 因为啊 你要量测这个力啊 有一些条件 就是说 力 你怎么量 我们量力怎么量 我问你现在 你的体重多少 你怎么量 站在这个磅秤上 对不对 磅秤上 磅秤那个弹簧呢 压缩 它的指针就会变 或者说有一种电子磅秤 你踩上去啊 站上去呢 它就会指示 古兽 古兽没有这个东西啊 古兽没有啊 古兽 我们都是用秤啊 用秤 秤东西 像到首饰店 买金饰啊 金饰都 都不会说 用金来秤的啦 它都是 几两 几钱 甚至几分 所以它那个秤好小啊 一个杆 秤杆 前面有个秤盘 后面有个秤锤 小小的 小巧玲珑 但是 你到这个屠宰场去啊 人家要秤你的猪要多重 他也是用秤啊 他那个秤是不是这种小小的 不是啊 他比卖菜那个秤要大得多了 卖菜那个秤就很大了 这边勾住东西提起来 这边秤锤呢 调整位置就知道 这以前啊 现在都不用了啊 那 你要秤猪的话 他那个秤好 好长 好大 他那个秤不是用手提 有两个人抬起来的 抬起来的 他那个秤锤就是很大 那 你量 这个最用力用什么量 用什么量 能够用这个秤猪的这个秤吗 还是说秤金式的秤 都不是 都不是 他要用到一种 叫做 叫做 Cavendish Balance Cavendish Balance 有一种天平 他用了两次这个 万有引力也可以 这个电穴也可以 那个 我们先不谈 除了要有仪器之外 你利用什么单位 你利用什么单位 那我们知道 我们普通 在科学里面 运动学里面 是用牛顿做单位 用达音做单位 用棒做单位 你普通在市场买菜 那个重力单位 刚刚说的牛顿这些 是所谓的绝对单位 你到市场去买东西 它那个是重力单位 多少公斤 这样子的 那 利呢 我们要有单位 单位出来了 像牛顿的单位 有了牛顿以后才有 以后以前人根本就没有 你不能够用这个公斤来算 所以 要等这个环境都成熟了 又有利的单位 然后我们又想办法 发明一种 Caventage Balance 然后才可以做 所以实际成熟才可以 那么库伦他就说了 他从这个实验里面就说 如果两个拜电的点电荷 这个是Q1 这个是Q2 他们之间的距离呢 是R远 那么库伦就说 这两个之间呢 会有相互的作用力 Q2会给Q1一个力 反过来呢 Q1也会给Q2一个作用力 这两个力 这两个力正好是符合于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就是说它是一对的作用力 反作用力 Payer 一对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就是Action Reaction Payer 那么 我们用现在 库伦那个时候就说 这个力的大小啊 跟R的平方成反比 跟Q1跟Q2的量都成正比 好 我们现在因为有向量了 我们就用向量的表示法 好 向量的表示法 比如说 有一种表示法是 我们把Q2当作是参考点 那Q2给Q1的力呢 我们就写成F12 F12 这个就是F12 就是第一个带电体 受第二个带电体的作用力 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作为参考了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向量 从这里到这里 叫做R12 12 那么它的单位向量 就是R12 单位向量 如果这样子 射出它的位置 那么我们就知道 库伦定律里头的F12 它是等于一个常数 常数有时候我们用K来表示了 K来表示了 那么我们就用K好了 R12 R12 的Square Q1 Q2 R12 单位向量 那么这个K呢 常数 要看你这些是什么单位 而定 我们等等 我们等等再 再说它是多大 我们先把 这个常数 常用的就是用 4 Pi Epsilon 0 分之1 Q1 Q2 R 1 2 Square R 1 2 Univactor 这个是K写成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对我们有利 就说 其实啊 库伦定律很少用 因为它只能够算Q1跟Q2是点电荷才能用 你如果像拳头这么大的电荷 只有这么远 库伦定律不能用 库伦定律只能够对那个电荷 代电体 是一个点 什么叫点呢 点就是只有位置 而不占空间 有次知道它在哪里 但是它没有一个体积让你看到 所以那么小的东西 我们先用这样 比较麻烦的 后来我们会常用一种 叫做高斯定律啊 常用它 你这里用的比较麻烦的 常数形态 高斯定律里面的常数就很简单 你如果现在用K很简单 到高斯定律里面就很麻烦 好 常用的我们希望它简单一点 不常用的就麻烦一点也没关系 反正不用它嘛 好 那么反过来呢 你也可以啊 以Q1点 以Q1点作为参考 以这个作为O 那这个是R21 这个是R21 univector 好 那么Q1给Q2的力呢 就是F21 我们发现 F21 它是等于 我们直接 我们直接写 我们直接写后面这个 这种形态 4 Pi Epsilon 0 分之1 Q1 Q2 R21 1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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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所以 你参考书 参考书越多 越麻烦 所以现在你们就是用一本参考书就好了 就是一本课本 你把这个都弄清楚了 再看别的就很 就很痛快 不过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有几种的表示法 万一你真的要看参考书呢 你就看得懂 好 好 我们说还有一 像现在呢 我们是把参考点选在一个带电体的上面 那么另外有一种表示法 带电体在那里 那你用来做参考的参考点呢 好 随便你选在哪里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 Q1在这里 Q2在这里 好 我现在选一个参考点 随便选 在这里 在这里 就是我现在从这里来看 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多少 Q1 Q2的相互作用力是多少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怎么都写Q2 Q1到O的位置 我们可以写成 这个 好 这个叫做 R1 好 那Q2的 position 我们就写成 R2 R2 那你现在看你要求哪 是Q1受Q2的作用力 还是Q2受Q1的作用力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好了 他受他的力 好 那就画这样子 F1 2 这个到底是排斥力还是吸引力 就看Q1 Q2 如果这两个都带同种的电荷 两个都是正电荷 或者两个都是负电荷 那乘起来就是正 那么正的这个力啊 就是说 像这个 它的方向呢 跟正R1 2一样 就是跟它的方向一样 就是朝这一边 如果这个乘起来是负 就是一个是正电荷 一个是负电荷 那就是 这个方向 是负的R1 2 负号就表示方向相反的意思 R1 2 朝这边 跟它相反呢 力就是朝这里 F1的力 Q1的力如果朝这边 那就是互相吸引 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说F1 2 现在 它是跟这个距离成正比 R1 2 这是一个向量 跟它的绝对值的平方成正比 那么方向呢 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 这个我们可以写 R1 2 R1 2 Univectal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写 F1 2等于什么 F1 2 它是等于 这个 这个 常数还是 4 Pi Y0 分之1 那 现在呢 它是跟 这个 我们先 我们了解这个嘛 就先写这种形态 R1 2 Square 然后这个 Q1 Q2 R1 2 Univectal 原来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知道 在这个地方啊 R1 2 是等于什么 你看 这三个向量 是R2 加这个 等于这个 所以 R1 2呢 就说这个是这两个的合向量了 R1 2就是R1-R2 所以 它就是等于R1-R2 就是这个 好 那么 这是 向量 单位向量怎么办 R1 2这个单位向量怎么表示 一个一个向量的单位向量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个向量 比如说向量A 向量A 被A的大小来除对不对 所以 这个 它就等于 好 不应该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R1 2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R1 2 它就等于R1 2 大小 上面就是R1 2 的向量 我先写这样子好了 好 这个向量被它的大小来除 就是单位向量 就是单位向量啊 因此这个就可以写成R1 2 R2 乘上R1 乘上R1 写成这样的 R1-R2 然后这个就是R1 这个是大小就用绝对值啊 R1 我们用绝对值啊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R1-R2 就是这样子 那把这个带进来 带进来 所以它就可以写成 4Pi Epsilon 0 分之1 Q1 Q2 我们把 Q1 Q2写到前面去 这个 这个是大小的平方 大小的平方 好 大小的平方就是这个平方啊 好 再乘上一个这个 再乘上一个这个 它就是变成 R1-R2 绝对值的 三次方 然后上面就是R1-R2 你们习惯用这种做法 以后啊 用这个 你就 隔隔不入了 比如说大学 我们都用这一套的话 你到研究所 Electrodynamics 用这一套 那就 看起来很痛苦 不过我们现在先把它弄清楚了 先把它弄清楚 好 这个是 用这一套 这一套方法来做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 这是另外的一种 表示法 那么我们书上面呢 我们书上面呢 它就取这两种当中的一种 就是说它的参考位置不是在这里 也不是在这里 参考位置还是在这里 但是它这个向量 但是它这个向量啊 不是用1R1-2 也不是用这个R2-1 它用一个小R 我们把它写出来 你就会清楚了 好我们还是一样 那这里有一个 那这里有一个参考点 O点 O点 这个是 R1 这个是R2 R1-2 那现在 那现在 比如说你现在要求 F1-2 求第2个Charge 给第1个Charge的作用力 那你就是把这个向量画在这里 F1-2 好 那照我们这个来讲呢 就是这个向量了 这里是用R1-2 好 现在我们这里呢 也是一样 从这里到这里的一个向量 我们用这个 小R来表示 小R来表示 那这个呢 就是R UniVector RUniVector 好 那么 所以F1-2啊 它可以等于 4Pi Epsilon 0 好 R平方 分子 Q1 Q2 RUniVector 用这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的小R呢 小R呢 小R的向量 这个向量 它就是等于 R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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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小R的UniVector 它就是等于 R 它就是等于 被R的 3次方来除 好 那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里头来啊 那我们也发现呢 F1-2 它不就跟我们前面的 表示法 表示法是一样吗 R的大小平方 就是等于 等于这个 这个是它 所以 这里又有一个R 一个R 那就是R R3次方了 不是我写错了 这个是等于R 写错了 R 这个乘这个 才是R3次方 所以是R3次方 然后 Q1 Q2 乘上R Vector 好 因此 它就是等于 4 Pi Y0 分之1 R1 减 R2 的三次方 然后这里是Q1 Q2 然后是R1 减 R2 这个表示法 跟我们这个表示法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 用这个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好 那么 这三种方法我介绍过了 介绍了 那么现在我们 刚刚是不是举个例子来看看 我们先不要求利 好了 我们 因为这是库伦定律 库伦定律 库伦定律 两个电荷之间的力 我们称它叫做静电力 又叫做库伦力 这两个力呢 是属于central force 就是说它们的力啊 不是相吸引就是互相排斥 它的力的作用方向啊 都是在这两个点电荷的连线方向 就是连心力 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Q1 Q2 必须是点电荷 那point charge才可以 你如果是一个很大体积的 你如果是一个很大体积的 像这样子我们用point charge可以用这个数字表示 但是如果说你的带电体啊 不是点电荷 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带电体 啊 这么大的 这个是Q1 这个是Q2 你说这两个有没有作用力啊 有没有作用力 有啊 要不是排斥力 它就是吸引力啊 那这个力怎么算啊 能不能带这个狮子呢 能不能带啊 不可以带 因为你带的时候你就发现有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啊 你Q1 Q2照带 照带进去 问题发现在这里 当中的R你要怎么算呢 这个R要怎么算呢 点电荷很好算啊 这一点到这一点距离就是R啊 那现在这两个电荷你怎么算 啊 你说从中间到中间 还是从这里到这里 还是从最外面到最外面 怎么算 就像这三个距离 你算出来 因为三种距离不一样大 你算出来的结果有三种数值 这三种数值 这三种数值的结果啊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啊 所以啊 没有办法带 一定要点点核才可以 不过呢 它有一个弹性 就是说 你两个点点核这么大 放在这么长的距离 你用这三个距离算 它的结果不一样 但是如果 我把这个点点核不要说太远 一个摆在这个角落 另外一个摆在那一个角落 这个距离远大于它本身的dimension 这个时候 你取这三个 三种不同的这个路径 算出来结果会不会差很多啊 不会差很多 因为这么长 差这么一点点 所以就很接近这个 如果更长呢 如果这个Q1到Q2有100公尺呢 那你就可以把这两个当做点点核了 你把这个摆在100公尺啊 把这么大的石头啊 摆在100公尺啊 我看你的眼睛都看不到它了 那跟一个点差不多了 所以它是有弹性的 像巨大的带电体 比如说我们地球 假定我们地球是一个带电体 另外还有一个 星球 像北极星 也是一个带电体 北极星比地球还大 假设它也带电 那么这两个巨大的带电体 因为距离这么远啊 光从地球到北极星 或者北极星到地球 要好几年才到啊 所以它距离好多个光年 我忘掉是多少个光年 所以你差这么一点点 差个地球的半径 或者资金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 这么大的带电体 都当做是 直点 都当做是一个点状带电体 都可以 它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Q1跟Q2 必须是点电荷 记住这个很重要 必须是点电荷 那么 它的力是跟距离的平方程正比 那你说 你怎么知道刚刚好跟平方程正比啊 难道它不可能是 1.99999次方 或者它难道不会是 2.0000001次方吗 我们说它就是22平方 多一点都不行 少一点都不行 因为我们从高斯定律证明出来 它的距离啊 旧的要是R平方 它才有现在我们所有的现象 就是说 导体的内部啊 不可能有电厂 导体内部一旦有电荷 一定跑到导体的外面去 它跑到导体的表面上去 那这个是高斯定律可以证明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多一点 二的次方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这个现象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非常佩服库伦 佩服的不得了 他是怎么做的 怎么个判断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高斯定律 所以这个人了不起 好 现在我们就说 因为这个式子只是针对点电荷 那我们根本找不到点电荷 你实验室里面找不到点电荷 找不到 你距离就这么短嘛 你随便一个带电体 他都是等于有体积的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算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力啊 而且这个相互作用力呢 你根据这个式子会有一个错觉 这个错觉就是说 我这里一旦有Q1 这里一旦出现Q2 好像这个力马上就存在 这里出现Q1 这里出现Q2 马上这个力就这么大 就是Q2就会给Q1这么大的力 Q1也会给Q2这么大的力 但是如果这两个点电荷相距有十个光年呢 这么远呢 光从这个电荷射到那个电荷 要经过十年才能够到啊 所以我Q1生成的时候 Q2也生成 这两个要相互作用 必须要知道有对方 他才会有相互作用力啊 你怎么知道对方存在啊 对方一生出来 他就要传递信息给你说 我这里有个Q2诞生了 最快最快最快的信息就是用光传播 十年才传播到你那里 十年以后你才知道 你怎么可能马上就知道有Q2啊 你马上就能够把Q1Q2带进去啊 所以这个不可能啊 因此我们就说 Q2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另外一个地方有Q1诞生的话呢 他不是立刻知道 他要等到什么 等到Q1把信息传过来 他知道有Q1了 Q1也知道有Q2了 那么才有力 因此我们就 另外发展 发明一种观念 叫做厂 就是说我这个电荷一旦生成 Q1一旦生成 我就在我的旁边建立厂 这个厂不断的往外扩张 这个厂扩张到Q2 Q2才知道我的存在 那个时候才可能有作用力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有要来讲这个观念 叫做Electric Field 叫做电厂的观念 一个电荷 它一旦生成 它会立刻开始 在它的周围布厂 布下电厂 Electric Field 电厂是什么意思啊 厂是什么意思 厂是什么意思 嗯 知不知道什么厂 电厂我们不晓得很抽象 但是我们知道好多厂 比如说停车厂 我提到停车厂 你脑筋里都有个印象 停车厂 如果是画的一颗一颗 很大很大的 游览车的停车厂 如果画的比较小一点的 小客车停车厂 像小小的一颗一颗 摩托车停车厂 所以停车厂里头一定画了一颗一颗一颗的停车位置 做什么用的 用来停车用的 叫做停车厂 还有什么厂 篮球厂 我提到篮球厂 你的印象是什么 你马上想到什么 一个打篮球的地方 对不对 画了好多线 然后两边有这个篮板 里头有篮框 你偶尔他会有这个印象 有一堆人在那个地方 跑来跑去 抢来抢去 篮球厂 所以篮球厂 做什么用的 打篮球用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厂没有啊 多了很多 超级市场 是不是厂啊 你想到超级市场是什么样子的 里头好多日用品 一个一个的柜 一个柜 这个卖肉的柜 那个是卖蔬菜的 那个是卖冰淇淋的 卖冷冻食品的 你日常生活 需要的东西大概他都供应 这就是超级市场 你一提到他就有一个样子出来 然后呢 你知道这个做什么用的 然后我问你什么叫 电厂啊 不知道 电厂做什么用的啊 有的同学他说 你停车场是停车的 那电厂就是停电用的嘛 好 那么 电厂是什么厂呢 做什么用的呢 好 那么现在我们 它不是一句话 我可以用一句话讲出来 但是你听了这句话 你还是不晓得什么意思 比如说什么叫做电厂啊 就是说空间里头 那 某一个电荷 某一个 单位的正电荷 就是一库轮的正电荷 在空间的某一个位置 所受的电力 就成为那一点的电厂 还是搞得莫名其妙啊 不晓得什么东西啊 好 现在我们呢 把这个厂的观念弄清楚啊 以后我们学起来 才会很痛快啊 好 现在你看 假定这个是一个空间 一个立体的啊 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 有一天你神游到那里 比如说你手上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 带电体好了 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到处逛 逛到某一个位置 我就把这个 拿这个 东西的手松掉 像我现在一拿掉 它就掉下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假定这里 没有什么地心引力啊 虚无缥缈 距离各种星球都好远好远 我把手一放啊 它就停在我这里 它不动 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呢 它也不动 那于是我就说 这个空间 对于我拿的这个物 这个物体来说啊 这个带电体来说啊 它在哪一个位置呢 都不受力 所以所有的位置 对它这个 受不受力这件事来讲 都一样的 这里也不受力 那里也不受力 这里也不受力 所以这个空间在它来看呢 对于它受力这件事啊 都一样的啊 都一样的啊 那么这个空间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好 那么到假想 有人在这个虚无缥缈的空间里面啊 摆了一个带电体 我们随便讲啊 你可能也看不到它 反正就说 他摆了一个带电体 Q 有了带电体在这里以后 你不知道 哪一天你还是神游到这里 还是游在游在 拿着这个 以为他一放手还停在你这里 你一放手 等一等一看他不见了 因为他呢 如果他的电荷跟这个相反的话 就被他吸引过去了 如果相同的电荷呢 就被推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不对啊 你就注意了 他在这里会受力 他在这一点的时候 你摆在这一点的时候 他会受一个力 F1这么大 你摆在这里的时候 他会受另外一个力 F2 这两个力的大小方向可能都不一样 摆在这里的时候 他会受力F3 这样子 那你说现在这个空间变了 空间变了 空间什么东西变了 颜色变还是味道变了 还是什么变了 都不是指这个 它是指什么 这个带电体受力的状况变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分辨说 他这个带电体在这里会受力啊 你怎么跟人家讲 哎呀 现在这个空间不一样咯 就好像说啊 有一个人从美国到台湾来 他第一天下榻在台北 某一个大饭店 他洗完澡以后呢 取一磅 六十公斤 六十公斤 然后第二天他就到日月潭去观光 也洗完澡在一半七十公斤 啊 然后晚上就到高雄来 洗完澡在一半八十公斤 哇 他说这个地方是怎么搞的 怎么我的位置不同 我的重量就不同啊 啊 什么就不同 然后他就告诉他的朋友 我在这里是台北六十公斤 日月潭七十公斤 高雄西子湾八十公斤 那他的朋友就想 那我到台北是几公斤啊 我到台中会是几公斤啊 可能那个朋友本来跟他在一起 他六十公斤他就有一百公斤 吓死了不敢去日月潭 不敢到西子湾来了 好 那么他现在 就是说我们拿什么标准给人家看 他一看就知道 他到这个地方他应该是几公斤 那就可以 我们可以测一下吧 比如说我拿本来就是一公斤的东西 摆在台北是几公斤 摆在日月潭是几公斤 摆在西子湾是几公斤 比如说一公斤的东西变十公斤 那你六十公斤的东西就变几公斤啊 是不是六百啊 那就可以成嘛 就等于说把这个量 把它normalize 不要标准化 因此呢我们就定义说 你也不要说你起初这个Q是多大 十库轮还是二十库轮 我就是一库轮 每次都是一库轮 正电荷 positive charge 那我就定义 我把一库轮的电荷在这个地方 它受力多大 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厂 把一库轮的电荷在这里 受力多大 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厂 所以呢 好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定义出来了 好比如说 我这里有一个参考的Q 好你摆在这里 当然我们找不到一库轮的带电体 为什么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一库轮的带电体啊 我起初不是讲吗 带电体是从几库轮起跳啊 1.6乘10的-19之方 一库轮是不是1.6乘10的-19之方的整倍数啊 是不是啊 不是整倍数啊 所以不可能有啊 我找不到一库轮的 那现在用一库轮做标准怎么办呢 那没关系 我就找一个Q库轮的 看他受多大的力吗 好 在这里受多大的力吗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力 被Q库轮来除 不就是每一库轮所受的力吗 对不对 好我们定义 第一 Electric field 是等于 单位正电荷 所受的力 我现在是Q库轮 所以他就是F被Q来除 那不就是单位电荷所受的力吗 好 它的单位是什么呢 这是Newton 这个是Coulomb 库轮 好 那么 这个就是电厂 就是电厂 电厂的定义就是这样子 单位正电荷 在空间某一点 所受的力 就成为该点的电厂 不过 我们又发现有问题 你这样做的话有问题 比如说你起初这个带电体 它是一个导体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导体球 带电 导体球带电荷 如果导体球带电的话 它周围都没有东西 那么它如果带的是正电荷 那么正电荷 会在它的周围分布的很均匀 好 它就在这个地方布场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测 你在这个位置电厂多大呀 你要怎么测 我把一个Q电量在这里 然后测它所受的力是多大 然后把这个力被Q出就是电厂 对不对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你这个Q会对它施力 你这里摆个小Q 这个小Q会不会给这些电荷一个力啊 会不会 当这个电荷也施力于这些电荷的时候 它是在导体上 它可以在导体上随便跑 所以它一旦受力 它的分布就不是这样子了 这一边的电荷 会跑到这边来 会变成这样子了 被它推到这里来 所以你量出来的电荷 是这样子分布的电荷 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样子的 原来那个样子 对不对 原来那个样子 你辛辛苦苦 测了个半天 Q 测出来了 不是真的 不是你想要的 那我那么辛苦干什么 你测了半天不是你要的 但是你没有Q又不行 你没有Q的话 它不会受力 又不行 那怎么办 我要它它又影响了 影响了原来的电荷 我没有它又不行 那只好呢 只好这样子变通一下 我这个Q啊 尽量的小 尽量尽量 令它尽量的小 越小它的变化就越少 对不对 变化越少的话呢 这里测出来的电荷 就越来 就越像它起初的样子 所以说真正的电厂啊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Limit Q Approaches Zero 真正的应该是这么做 就说我用的电量啊 越小越好 什么叫做Approaches Zero 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 就说这个电量啊 越小越好 趋近于零 但就不是零 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也做不到 我们也是做不到 理想的东西都做不到 我跟你讲 你说我要找一个理想的女朋友 那就说你永远找不到女朋友了 不要太理想啊 能够过得去就好了 那这个 就说我们用的电量 越小越好就好 我们做多小就多小嘛 但是我们实际上应用的时候啊 我们就不用这个了 我们就用这一套 用这一套 好这个就是电厂的定义 那么我们现在谈一谈 我们在库仑定律里头的 4πε0分之1 这个常数是多少啊 这个常数要看这个量而定 如果Q1Q2 带电体 带电体都是用库仑做单位 R是用meter做单位 F是用牛顿做单位 这单位都定了 好这个4πε0分之1 所以这个常数呢 它就等于 麻麻糊糊糊等于 书上面有比较准确的 9乘10的9次方 这边是Newton meter square per coulomb square 这个要记起来 4πε0等于9乘10的9次方 那么这个ε0 它叫做真空的电容率 permittivity of free space 这个值就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4π乘10乘 4π乘9乘10的9次方分之1 差不多是8.85乘10的-12次方 这个要记起来 你从这个值就可以求ε0 好我们现在知道电厂是这个定义了 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 我求电厂干什么 求电厂干嘛 求了半天 你如果不知道用途 你去求它干什么 像刚刚说的 我们只要知道一公斤的物体 在什么位置 它就是多少公斤 那么别人就可以根据这个来测量 我到那里啊 我会是多少公斤 如果你喜欢 不喜欢胖的 你就少去那个1公斤 变10公斤的 最好是1公斤等于1公斤 最好是1公斤等于0.5公斤 那个最好对不对 好那么 我们现在就谈 电厂的作用 我们根据这个 我们就得到电厂有一个作用 电厂 它就等于Q 乘F Q 不是我写错了 F等于 Q 乘1 我知道电厂 我把一个Q在这个电厂里面 在这个电厂的位置上面 我就知道它受力是多少 好 比如说哈 我把一个正Q在这里 好 电厂的方向呢 是这个方向 这是电厂 好 它的力啊 这是正的 那么F等于正Q被的E 那方向正的就表示它跟电厂的方向一样 我就知道它朝这边 如果我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位置有一个电厂 是这么大 还是这么大 不过我这次摆的是-Q 那么它的力就是朝这一边 F 是等于-QE 朝这边 好 那 像这种概念呢 我们都要 非常非常熟悉 就是说 我在电厂里面 拿了一个正Q 我就知道Q会顺着电厂的方向受力 如果是-Q的话呢 -Q就会逆着电厂的方向受力 就好像我们要熟悉的 好像说 我手上拿这个粉笔叉 走在路上 我手一松 这粉笔叉掉在哪里 往下还是往上掉 往下掉 对不对 如果我手上提了一个 有氢气充填的气球 我一松手 这个气球往哪里跑 往上跑 这个要不要想啊 你要不要想 要不要想说 我手上拿个东西 万一我没有拿紧 他不晓得会往这里掉 还是往这里掉 需不需要想 不需要了嘛 像这个 就说你要熟悉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熟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好 随便举一个小例子就是这个 我起码可以知道啊 我在电厂是多大的地方 我拿一个什么样的电荷在那里 这个电荷会受多大的利 那就起码我知道它有 它有这个 一个用途啊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电厂是有用的 电厂有用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呢 电厂有很大的用处 不但是这个 它可以求有电荷分布的地方 它有多少能量 等等 那么电厂 照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叫做检验电荷 就是我要测 这个地方的电厂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电荷 摆在这里摆在这里摆在这里 摆在这里摆在这里来测 假如我要把这个范围的电厂 通通测出来啊 你要测多少个点啊 多少个点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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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工程很大 十大建设比那个还大 你不晓得要花多久才测出来啊 那测 那测 花这么多工夫来测这个 划不来嘛 对不对 想一个办法 我能不能用一个 什么公式就把这个电厂 表示出来多好 以后我就带着公式 我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现在 接着就要讲 我计算电厂用什么方法 计算电厂用什么方法